警方表示,事件發生在昨晚7點半左右 玻璃是由27層樓高墮下 這座名為Festival Tower的高層泊民大廈 底部是用作多倫多國際電影接種部 行好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而為了安全起見 該棟大廈附近的道路都被封閉 有市府建築檢測人員趕到現場調查 今早早,John Street由Adelaide到King Street路段仍然封閉 這次在本星期以來 多倫多市中心發生的第二宗玻璃墜落事件 星期一,位於Grossburner Street 37號的一座泊民大廈 一大塊露台玻璃由35層樓高跌落 不過沒有人受傷 事發之後,該棟大廈的發展商 已經更換了大廈的露台玻璃